腾讯体育8月31日去,北京时间9月2月23时分,2018-19赛季一甲第三轮,尤文图斯做客塔尔迪尼球场对战帕尔马。 在国家队比赛认知前,C罗迎来了打入一甲处子球的良机,而重挡首发阵容的迪巴拉,将迎来效力游玩的第一白场一甲,腾讯体育将对文场比赛进行图文直播,敬请关注。 比赛看点,一,C罗获入竹子球,对战切尔·拉切尔的两场比赛,C罗15次射门军位破门,这引发了意大利媒体的争论,在对帕尔马之后,将迎来国家队比赛日,如果C罗无法再次一破门,那么势必引发更大的争论。 同时,未能赢得欧族联最佳球员,这一奖项,上C罗即未生气,因此,葡萄牙前锋肯定会在他二迪尼球场全力以赴。 值得一提的是,2003年时,帕尔马一度有望迁入18岁的C罗,但认为其一千三百万的转会费太高,而放弃了这笔转会,二迪巴拉又能一甲白场纪念碑对拉切尔时,迪巴拉留在了替补席, 满镜头透露,阿莱格里在对帕尔马一战再次辨证,迪巴拉,华德拉多,克斯塔,都将重返首发阵手,如果此一出场,那么,迪巴拉将迎来尤文生涯的第一百场一甲,此前99场一甲,迪巴拉打入52球,向利巴勒末时,迪巴拉曾在2014-15赛季,两次对阵帕尔马打入一球, 但在法尔迪尼球场,迪巴拉并为破门,在尤文复仇战,两队上一次交锋还是在2015年4月12日,当时凭借格赛马里的进球,帕尔马主场1比0战胜尤文,但在此前8次交锋,尤文保持不败,取得了6胜2平的成绩,近5次客场对战帕尔马,尤文仅仅取得了2胜1平而复的成绩, 而且3次被临风,再次做客塔尔迪尼球场,尤文这一次将全力冲击三连胜,赛前言论,格拉提帕尔马后卫,为了完成保级的任务,仅仅战胜直接竞争对手是不够的, 即使在面对最出色的球队时,也需要全力以赴,比如,对战尤文时,我们就需要有取胜的愿望,从技术上来看,他们显然更加出色,但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? 预测手法阵容,尤文图斯4-3-2-1,门将,一时秦斯尼,后位,十二方德罗,三,基耶利尼,十九伯鲁齐,二时坎塞洛,中场,五,皮亚尼奇,二时三,埃姆雷年十一,道格拉斯克斯卡,十迪巴拉,三十三,贝尔纳,戴斯基,前锋,起斯罗,帕尔马4-4-2,门将, 五十五塞派,后位,十八哥比,二十八加里奥罗,二十二布鲁洛尔雷斯,二亚克波尼,中场,二十迪高迪奥,十七,巴里利亚,斯图拉奇,八十八格拉西,前锋,起达克鲁兹,四十六英格莱赛,助裁判,多维里,奥巴尔